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生脑病死 不是梦想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人 意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人 不可怕 他们那天说 你这小子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 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这当今的东西 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房间你一进来 你就2.5也不是问题 氧气也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所有地球的困境 都可以解决了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 世界是为活得长地人准备的 你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 你费那么多劲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你不想想世界下一步是什么 往那一蹦过去 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对吧 往事如烟 它就是如烟 那你就说对您来说 从沙士比亚到哥德到鲁迅 都没有意义了 他们这些人存在 他们东西我从来不看 谁是谁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生命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冲突 所有的思想文化积累 都是工业革命和农业积累来的 我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我们进入个全新状态 我将来把你大佬给你解密了 我说 思想再拐不惯来给你灌点迷魂汤 再给你吃点幸福水 但您不觉得人的记忆痛苦 哪来的记忆痛苦吗 痛苦什么苦 你这不是对人反而来这样 我怎么没痛苦 不可能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 如果你坦诚的说 没痛苦 好吧 这属于耍赖是不是 对 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吃不饱穿不暖 你痛苦一定是把你的思想要强加于别人 别人不听你你就痛苦 我根本就不想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你骂我我从来没听见 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你的说我 想那么多干嘛 你躲开那种痛苦不就完了 这个痛苦并不一定是说对抗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部分 天然你换一下 你作为一个猴子 你打兵 我觉得你规矩 你规矩肯定不同意这个 我觉得 所以我规矩 还是最后跑出来吃我的饭 他有没有是两天两夜不出来 三四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你们不真的很少担心比如技术失控带来的风险吗 我管得了吗 但是所有比如当年比如爱因斯坦造了原子弹 他其实是很内心很多的纠结斗争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由他而起 不是你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这个学者的想法 我这我你这给我扣帽子 然后我就把他们说了 有学者都可以这样的 我说你给我闭嘴 你做一些事情你来 你来前头从头做到尾 你说过来怎么样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你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你有那么多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 这样子只要吃饭呢 他跟实践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人批评实践 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你去批评你的啊 我他妈没听见啊 我怎么管那么多了 他地盘在我的手里 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没有拿纳税人的钱 才做的事 你就管不着 potential的会带来双人见 那potential的 那我就不能不动啊 什么事情 前缘都是双人见 你这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所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 你问我有什么痛 我没痛 我有什么痛 问我有什么难处 我没难处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往前走 精神上的东西要靠自己化解 当你这种社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换出活法 对吧 你像文革的时候呢 弄的时候我下乡去了 我跟农民在一起 那无忧无仇 对吧 所有斗争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填饱肚子 那不是一种活法吗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去出国的时候呢 跟着去出国 跟着墨西哥人在那学英语 觉得很累 但是我有一份工资啊 我有吃饱了 学的好就学不好就不学呗 对不对 比起我们的前辈 比起我们的那些当年的那个想象知青年 我们太幸福了 我前一段被一个人狠狠打了一拳 骂了我几句 我后来就想给他下跪 六八年四月份 我们俩的那个猜拳 福克劳个密码猜拳 打到刘少奇 打到邓小平 他蹦出一句话 打到对吧 我说这不能搞了 不玩了不玩了 几个小时警察来就把他带走了 我也没当回事 然后很快我就离开学校了 我就下乡去了 然后一晃三十多年了 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说老王你现在是名人 你必须回来 他就给了位去 想不起来他事情 我们俩当时做的一个 应该做 他判了十二年 我操 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可以写个申诉书什么东西 就给他放了吧 没人管他 家里老人去世了 没人了 他一直把牢底做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放出来 放出来他不敢面对社会 你像我们的小学毕业 他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亲人 没有社会造了他 他就跑到一个乡下老远的地方 承包了一节公路 在那修路 你又修了十几年 所以修路没法活下去 也没人管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又回到城里面 城里面他活不下去 他就摆个小摊 小摊 那边上有个小摊 一个单亲妈妈 就他们俩互相造影 然后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去了 六八七八八八九八零八 四十三年四十二年 他见到我 他打我一拳 眼里谁出来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认为是我举报他的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那么黑无泪 我怎么可能举报你呢 但是警察问我 我说是说过那句话 然后我们就不敢玩了 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揪心了 怎么能避免生活中的这种东西 后来我的结论 这华大人都知道 同志们活着是硬道理 健康幸福的活着是硬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 是硬硬硬的硬道理 其他全那么扯的 什么狗屁精神 想不明白换种活法 这个地方不行 那个地方去 还杀死比亚来的 谁啊 他这样的 这就是管他那些东西 你这 这是管他那些东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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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 有一口饭吃就喝了 你心里有点不佩服这种人 拿生命堵的那些人 活出我们这人的精神 对吧